接下來是 LCD 的組裝 這個步驟很簡單 按照它所安裝的方式 我把包裝打開之後 基本上它已經非常好心地幫我們把這個插頭已經插上 這個排線的部分已經插上 然後顏色上跟它圖片上是不太一樣的 基本上這個應該是 它哪裡有貨就跟誰拿 所以也沒有什麼差別 反正只要品質沒有問題就可以了 然後它這個零件上的話 有兩個是有差異的 一個是這邊有多一個 多一片,這邊是沒有的 有的這個的話是放在 SD 卡這一邊 不夠是蠻佩服的啦 他們的這個印表基件 都還打印的狀況都還不錯 很容易就可以放進去了 不構成什麼問題 好,那剛才把它鎖進去了 那鎖這個的話要小心一點的是 這邊的話基本上 有鎖,然後稍微晃一下 不要把它鎖太緊 如果鎖太緊這個電路板可能會變形 然後受損 鎖的時候就小心一點鎖 就是一邊鎖,一邊拉動一下這個電路板 如果它還能上下移動 鎖到這個電路板不能上下移動為止 如果繼續鎖下去的話 可能會把板子鎖到爆掉 所以要小心一點 然後這邊有貼一個紙膠帶 原因是因為它裡面的那個 四角的螺母 它那個螺母可能會掉出來 那我這邊貼個這個膠帶 這樣子我們在組裝的時候 還有我們後續 它有後續維修的時候就比較方便 好 那鎖好這邊之後呢 就可以把上面這個旋鈕放上去了 好 好 好 沒有問題 然後這個按鈕也沒有去卡到 那這樣基本是這樣子 就OK了 那我們這樣LCD的部分 應該這樣就安裝結束了 OK